首先还是来欢迎杨锦林先生 杨先生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感谢杨先生今天继续来给我们分享您对时事的看法 那么相信这一周我们关注最多的事情应该就是美中关系 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报道或者是说有一些的评论都认为 美中关系到了一个拐点 那么这个拐点是一个回暖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是请杨先生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对于美中关系转暖的这件事情的看法 那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在一开始 在本周一开始的这个贸易战的这个部分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第一阶段的贸易战是在今年年底就到期了 那么这个当时的协议上 中国是要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货品还有一些服务 但是目前中国只采购完成了大概六成二 也就是62%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想请问杨先生 就是说这个这一份协议的完成 这个肯定对于美中贸易第一阶段的 接下来后面的这段的这个谈判 应该是有很重大的意义 所以您认为剩下这一部分 中国能不能够完成采购 如果不能的话 会不会给下一阶段带来问题 2000亿美元的采购额要消化掉 对于中国来讲不是一件难事 不是一件难事 因为打国外交友有时候了 东国市场那么大 随随便便 就花大非洲了也不止2000亿是吧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双边的这个关系的紧张 包括这个中美这个援手 一直没有办法在一起聊天啊 对话 包括最近从阿拉斯加以来 天津回答以来 包括最近的苏利市这个以来 都有一些这个变化 双边关系的冰封冷冻 导致了第一阶段协议执行受阻 这个变中方也会想利用这个东西 给美国做一些讨价还价的东西 第三呢 之前在整个落势过程中有 特朗普的咄咄逼人 后面呢 碰上了去年的这个疫情的大流行 对 那么因为知道货柜啊 还有海运的费用的增加 这些都会增加了整个执行过程的难度 对 我想这些东西都是客观员和主观员的质疑 因为我当然强调一点 要在未来的几个月消化掉两千亿的余额 百分之四十 嗯 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就要看中美关系的这个 后续的发展如何 对 尤其这经贸这个谈判 跟戴琪跟刘鹤之间的谈话 能不能定下一个原则性的方向 好 也就是说这个对于中国来说 并不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能不能完成 可能还要看关系之间怎么样 就是说也有可能 如果更糟糕的话 那就不完成了 那么问一下这个杨先生 我们也看到 刚才你也提到了 这个戴琪 他在这个 本周一的时候 他是发表了一个演讲 是有关对于这个贸易战这一部分的 然后其中呢 是有一个是将免除 在川普政府时期 加征的中国产品关税一年 也就是把加征这一部分 暂时免除一年 所以您觉得这个是释放了 美国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您觉得 如果就这个来签定 是不是回轮 我觉得太担保 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 没有发生本质性 或者根本性的变化 其实戴琪的讲话 很多人都是各取所需 强硬的那个部分的解读 很多人都不太留意 这个强硬的部分 其实还是延续了 特朗普世纪的那些基本的方针 原则方向 所以我想谈判 会有妥协 会有退让也很正常 因为这个中美之间的 这个脱钩 既然不是可以完成的一个现实 那就必须在现有的技术上 做更加大的增量 因为中美关系来讲 其实过去是个分工 为什么美国的高盛 美国的华尔街 老板为东国市场 那么垂青 因为中国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外汇储备 中国那个外汇储备很多 其实就有一句话 叫一头牛剥了两层皮 当中国的外汇增加的时候 人民币一定会有一定的增值 对 存放在这个地方 外汇的外资 它又挣了第二笔的钱 这个东西来讲 就是那是谈了中美工资 中美关系最好 前十年 就是本市里的前十年 实际上来讲 就是美国得利益多 中国大量的廉价产品换取的外汇 美国资本把它放在中国 保存的时候 中国只能又不能够 向其他地方去 做大量的投资 当年的日本 为什么美国会恒例把它打 就是他挣了那么多钱 没地方去 美国又限制他的海外投资 在中国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中国就冒出了一个一带一路 这一点是中美贸易战的前提 其实有这个原因 所以我想面对一个没有办法脱钩的现实 当然这个美国一定要考虑到 用什么方式让这个关系的维系过程中 更利多也必 对美国有利的东西 还要继续维系 那中方在这方面 当然也会有自己的坚持 贸易战其实也是两国 政治外交的一个延续 对的 所以一手用一手卵的策略的应用 我想在经常的这个大国外交中 是经常看到了 美国的国际货币的信用 现在遭到了很多的挑战 最近的商务部长央兰 美国联储局不断的强调 美元的国际信用 美元的国际的 增发过分的增发的货币 是需要国际信用的维持 战后的美国主要是靠国际信用 中国国力强大 来支撑美元体系的维系 那么中国现在应该还是 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国 所以在问题 如果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配合都不够 那么美元的信用体系 是会受到挑战的 这里面包括欧多包括日本 尤其包括中共 所以这一点来讲 这个时候来考虑 对于美对中国做的某个 一年的关税的减免 其实本来也就不存在 这个关税的问题 是吧 所以我想 第六就是美国 中国其实已经拒绝扮演 对美国第二次输出的角色 过去就我没办法 如果国力不够 外汇储备不够 我就用这个方式来给你 一头牛拨两层皮 第一你美国长期获得廉价商品的好处 第二人民币升值的好处 这个东西对美国的整个国力的 他才有那么多的信心去做全世界 到处去扮演他的警察 你要庞大的军费不是简单的一件事 所以这个东西是两国之间的 中国可能不太愿意再扮演 一头牛被剥两层皮的这个角色 所以在2012年以后 才有习近平提出的一代入 试图在自己接近的盟国 或者非洲做一些这样的投资 这个东西就会触及到 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意义 中美的贸易战的前提 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但是呢 经过了这一两年的这个事件 发现到你没有办法让中国屈服 对 第二没有办法让美国的市场 跟中国完全脱钩 对 第三的就要面对这个现实 美国这个国家 是很实事求使的 不行的话我们就要面对 面对的找新的话就知道 所以我讲我对美国 在目前的这一点 尽管因为他自己本身困难 在外交和整个节奏上 没有乱了脚步 没有失去将脏法 这一点应该值得中国学习 是 谢谢 谢谢杨先生的肯定 你要知道这个 作为这个在美的华人 这个谈到这种问题 通常都是会被这个骂 这个或者是说 觉得我们在成为走狗 然后这个为什么要替美国说话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东西 可能我们身在其中 但是我们并不一定像 能像杨先生一样 表达的这么清楚 我觉得杨先生刚才说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感受 确实是这种感受 就是这个要说出来 可能不是那么 那么清楚 那么容易 但是呢 确实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美国好像还没有衰落到 就是所谓的一些 这个小粉红们 所想象的那样 好 然后来问一下这个杨先生 就说因为戴琪的这个演讲 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 有转也有硬 那么他也这个 也有人说 他这是释放了这个美方 希望和中国重新回到 经贸合作轨道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也就是不脱钩嘛 那么也很多人就会觉得 这个是美国可能 接下来对华的政策 会有一些重大的调整 您觉得 您在您看来 这个调整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那么这个调整 接下来可能会给中美关系 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前进的方向 首先呼应一下 你刚才那段委婉的这个陈述 我觉得能够在美国 拿着美国联邦政府 或者州政府的这个福利 然后打痛骂美国 这是大家的武器 是 但最近大陆有个 有个媒体人罗昌言 傅政华的搞 傅政华的没有办法把他搞倒 但是一个举报信 就把他搞进去了 对 对 是吧 所以大家珍惜这种骂的权利 没错 没错 第二个呢 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问题 我有一个基本看法 第一不要过多的希望 策略性和阶段性的调整 第二我还要重复 不会有本质性的重大调整 嗯 是吧 这次这个沙利文吧 嗯 在在很明确的讲 要控制好激烈竞争的 危机管控的风险 嗯 激烈竞争一定带来激烈的外交 是的 前提是竞争 虽然中国表示我们不喜欢这个字眼 但没办法 竞争是常态 总比对抗好 是吧 不可能就回到合作 亲密无间 中美国 你还记得有个说话吗 还有这个两 两墙 两个大国的治理世界 其实是美国治理世界 拉了中国来玩 但是呢 激烈竞争远比重回 和合作轨道要更受到关注 因为激烈 就简直的烈度没有减弱 嗯 而且会加剧 也就是美国锁定的目标 我们也看到整个 曾经以往和战后 它锁定的目标 下决心要把你当成竞争对手 或者对抗对手 美都会请全国之力 不一力的推动 嗯 目前美国很凝切无误 假想国不是俄罗斯 假想国是中国 所以呢激烈竞争 激烈外交 而且有一个非常容易引爆的 就是台湾这个烈点 是 还不是经贸易的谈判 贸易谈判问题 顶多像王岐山讲 我们吃草还可以吃三年 那呢 这是负气的话 中美两国还是合则两立 嗯 没有人有资格在 中美两国的关系上 啊 讲什么 双赢就是我们中国赢两次 那是胡说八道 那傻逼才能讲这个话 所以他永远进不了 中南海上课 嗯 对吧 所以呢 我想这一点来讲 不要去对这个东西 有太多的希望 要把所有的基点 放在激烈竞争 这个基础上 没错 激烈竞争就不是 风和日理 就不是春风霸雨 激烈竞争一定会有 这辆的抗争拍桌子 瞪眼睛 是吧 所以我想呢 大家不要看到回卵 或者回卵 因为回卵都是一个误督 哦 回卵都是误督 我们现在窗外香港八街 台风正在猛烈地刮了台风 我们都不会想要回卵 去年现在穿夹克了 但今年现在还在刮台风 从来没有的 所以呢 很难把握 或者对这个中美关系 但是轮廓和线索已经出现了 嗯 就是把基础不要放在回卵上 把基础放在还会继续地激进行政 那么最容易短兵相结的就是贸易问题 嗯 一直牵涉到两国一些切身的利益 对吧 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大流行的阻碍 对 现在的运汇 集中箱的费用 比运的那个商品还贵 对吧 所以贸易的更加乐落 所以增加两国 尤其是中国这边的成本 是的 增加美国人民的成本 我们当然很希望 很多人很希望 中国继续向美国提供大量的廉价商品 跟着美国 那习近平可能想自己搞一套 所以搞一套之后呢 就不一样了 嗯 因为它一定会触及到 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 美元国际的信用体系 现在人民币的这个 结算的系统也来也多 那人民币的升值 人民的强劲 是跟美工中美贸易关系升级 的互动有无有关 所以它本来不应该 用这个方式来表现激烈的抗争 但是它已经表现 而且回不到过去 所以只能面对这个问题 这回卵只是 至少是阶段性的一个现象 嗯 我们当然很期望就回卵 我们还期望 我们在美国的这个超级市场 买的非常便宜的东西 但是你要面对这个现实 中国不应该怎么 习近平也想当老大 是吧 嗯 了解了 所以 可能当得很辛苦 嗯 没错 到现在还政治不忠诚的人 对 等一会我们会请杨先生 讲一下这个傅政华的事情啊 这个 因为啊 确实像杨先生所说的啊 就是说我们要 透过一些现象 看到一些本质 但是 确实是因为杨先生 现在现象太多了 所以大家解读也很多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杨先生的解读 给大家另外一种思考 那么 关于 这个部分 其实您说到的这个 这个谨慎的 或者是说 不要太过乐观的看待 贸易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其实也看到有一篇 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他提到了一个叫做 垫背陷阱 所以在这个部分 其实我自己不是很明白 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想请杨先生 给我们解析一下 因为他这个文章当中说到 要清醒的认识到 美国的优势和劣势 尤其要避免像当年的日本那样 成为美国再次伟大的垫背者 避免进入这个垫背的陷阱 所以您对他这个观点 您怎么评价 您认为他的这种考虑是对的吗 美国的再次伟大 是从西贡时刻之后 是 调整 集中精力发展到高新科技成员 然后呢 北京现在跟当年的日本 所处的地位环境不一样 日本受制于美国到现在 还是普世皆是 日本的外交 日本的军事 日本的宪法的规定 美军战后到现在 70多年 在日本能拥有80多个军事基地 这什么概念呢 占领国 战争国的概念 那么中国没有这个被保护 中国没有这个保护 也不是美国这个盟友体系里面的成员 受制于美国的因素相对来讲会比较弱 不像日本那样千十万里 就是我在这里 中国不属于美国盟友 对美国的压力能有比日本 当年更多讨价还价的余地 不然的话贸易战怎么打成今天这个格局 他在努力他在抗争 他还在可以扬手上了一大堆的美国国债 你再给我闹我就跟你玩 是吧 所以美国之所以对一带一路 有那么多的问题 刚才谈的 我推荐大家看一下温铁军的一个视频 他这个谈的比较清楚 好 中国也尝试在金融资本市场 去投资 要开行啊 这个一带一路的 这个有关投资银行 然后在一带一路的 在东欧国家 在非洲大陆 在东南亚大量的投资 能不能收回成本令当别论 但是他有只要足够的资金去配到 这是因为中美两国在加入了WTO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国际体系的分工 使得中国经济的成长 当然这里面包括邓南巡承诺的 社会主义特色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群体 所有这个东西到2012年 习近平增弹了以后 它就开始出现调整的逆转 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紧张 中美关系的碰撞 其实从2012年就开始 两边的国家的领导人呢 经过了这几年的碰撞以后 发现硬碰还不行 所以必须要调整策略 美国的调整策略 中国应该理应也要调整策略 中国的模式 中国的方案解决不了世界难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能只是喊了 也要做 但以目前的形劲来看 中国离这个距离还比较遥远 所以呢 双方的领导人都要面对这现实 我们谈的更多是美国 美国今天呢 中国跟当年的日本是不一样的 底气相对来讲 不需要十足至少八足吧 他还有跟你较劲的机会 破冠破爪也行 但是我估计中国领导人 没有下这个决心 他不是竞争 负担太大 家大也大 跟过去一穷二百也会有些不同 双方都必须去面对一个新的游戏规则的挑战 因为特别是中国 老大不喜欢过去的交往 总是你美国定规矩 这种方向 定义成 不行 我要跟你来 你不能平时的给我讲 那个时期过去了 我们是平时世界 我们要平时 要对等 要共同 我们谈规则 你要这样两个老头见面 不行 我就视频对话 这就是讨家玩家 心里是很想见面的 老是不出国不行 一个国家搞得跟金正恩力一样 那怎么行 这么大的国家 不跟世界有任何的互动 没有吗 如果说只是担心疫情的问题 那就是疫苗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我还为什么 他这一个策略上的安排 策略上的安排 这很重要 美国也一样 我们就有多一点这样的党伯播语 我们就多看戏的机会 对 不要争太多的一箱钱 抽离一点来看 也许我们会更清楚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观众 很多人是搞投资的 对 是 其实政治跟投资是非常关联 中美关系的走向 当然 对吧 所以我想我们对这个来讲 当然不一定是说 我们说的就是真理 但是至少我们的意见 也值得大家来参考 是的 没错 确实 我觉得杨先生的观察 是有他独到的地方 而且很多的东西 杨先生是一个系统的 就是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一直在观察 一直在看 所以他有一个系统的 这样的一个整理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节目 能够带给大家一些 这些信息 能让大家看到 很真实的一些东西 然后关于美中关系 我们当然要谈台湾 因为刚才这个杨先生 也谈到了台湾的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拜登在接受 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是表达了 说跟这个习近平 近期的通话呢 是说到了台湾 并且呢 是确定要统一的遵守 台湾协议 然后这个台湾协议 出来说大家都 都哑人的 这是什么协议 没有一个协议 是台湾协议 所以我想请问杨先生 您认为他所说的 这个是哪一项协议 那么对台湾来说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所谓的台湾协议 如果指的是 中美建交联合公报 三个联合公报 和台湾关系 我觉得意义不大 第二点 如果有新的协议 不可能是命运协定 对 因为不符合双方交往的 外交的规矩 对 70年代中美建交 周恩来跟季兴格 有定过一个默契 中美关系改善 要联手压制日本 不让日本的军国主义抬头 周恩来向季兴格痛诚厉害 季兴格是接受的 但这些东西就没有列明在国务院的文件里面 没有像材状两眼宝贝 但是事实上证明这种口头写是没有用 日本今天的军力 日本今天表现的那种张力 这完全跟那个协议完全不一样 不一定会有军国主义 但日本的军事力量的强大 其实也超过美国人能够控制的局面 这对美国的亚洲亚太地区的利益 是不是有利于 美国人现在可能没时间去考虑一下 但中国是很紧张的 毕竟它有历史 遗留了一些记忆 这是一点 口头承诺是不是具有法律效益 这个我们也要研究 里面有很多的历史界的朋友 他们应该可以做 因为众南弱的国家现在也不多 众南弱的国家现在也不多 订的协议都会变成历史文件 那你怎么办 所以我想 这个口头协议在里根817公报之前 跟中国有6点的共识 但这个共识跟台湾关系法也是有距离的 但美国不会遵守这个6点共识 而会严格遵守台湾关系法 因为台湾关系是美国国内有法 所以在这个问题来讲 我讲台湾是被动的 无论是福无论是货 台湾在这个问题上 他没有四两拨千斤的能力 这是台湾目前的很尴尬的一个局面 他很想采取任何措施来赤包 但历史证明很难 很难 你是从1895年 加欧战争失败之后 台湾被割浪 台湾的四云工商界 寄了多少钱要赎回台湾都没有办法 成立了台湾民主国都失败 所以台湾这个小他体量决定了 他本身扮演的局势 他不是以色列 他跟美国没有像以色那样 千丝万里的政治经济金融的关系 他是牺牲打了一个祭品 这是台湾现在很无奈的一个局势 所以你说无论是什么协议 台湾似乎他躲不过 他只能面对 没错 我们这边有个王说台湾没有能力 但是却有这个雄心壮志 这个对 雄心壮志也不错了 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 一死战了 这个话一定要讲了 讲了沦陷了 你看这个危机的程度 其实已经不小了 当然 讲到国防部长讲 从军40年从来没碰到这么严峻的情况 干脆就讲 现在就有攻台的能力 2025年全面攻台的能力 时间都给你定好了 所以对台湾的政治人物来讲 这其实也是个提醒 当然 尤其是两岸的和平解决 或者不和平解决 已经有时间表 就是这个信息 没错 所以你台湾有什么协议 是美国现在忙不过来 还是大陆还没下决心 所以我讲是不是虚访一枪 口头承诺是不作数的 除非它列入文件 除非它成为美国的一个既定的国策 对吧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 台湾问题有的说 有的说 没错 在我们加州有不少台湾来的朋友 对 非常多这样的朋友 包括我的嘉宾里面也有 其实我嘉宾里面 跟杨先生说一下 其实就是国民党派的 会相对多一点 但是其实绿营的我也有 但是就是说绿营的朋友 我认为他们还真的是 挺敢讲的 就是他上我的节目 他也是直接讲 我就是台独的 什么什么什么协议的 什么什么 对 他们会觉得这个是 没有什么好遮掩的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 这是美国的好处 言论自由 是不是 对 徐旭良在加州也待了很久 在美国待了很久 徐旭良几乎把统一和独立的光谱都试过一遍 最早是国民党经验 后来被波流亡美国 流亡美国 戈瓦拉都学过 办文宣也办过 搞台独多极端他都玩过 今天徐旭良对两岸关系的看法 可能跟张处完全不一样 对 什么都玩过 但是都要面对一个现实 是不是这样子 没错 确实就是这个没办法 这个现实就是这样 大家就是说人在屋檐下的这种感觉 好然后这个来问一下这个杨先生 就是因为这个军机 我们看到是从中国解放军的军机 从19年开始就开始进入这个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 那么但是我们看到从到今年的10月份为止已经有超过600架次 而且最近这4天是相当密集 而且是高纪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进入 150架次 对就进入这样的一个这个防空识别区 那么有评论就说说你看中国政府现在都在限电的情况下 还要耗费燃油来飞入这个这个这个空域 所以证明这个北京或者是说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和美国嘴上说支持台湾这件事情 谁时谁需是很清楚的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包括台防长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表 但是我想请问您的是说美国他如果是在这里 或者是美国对于台海问题对台海问题他始终是在关注的话 那是不是会阻碍这个进程 还是说您认为中国大陆到了那个时候 他完全不管任何的情况他就是要拿下 美国一直在阻碍两岸整合的进程 包括李登辉当时搞统一纲领成立合同的那个叫什么 国统会 美国的直接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那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介入是很深的 因为美国是老大哥 台湾不管是蓝的绿的都没有办法 他没面对 嗯 第二个呢 两岸关系对最近比较平密 有人说这150加持的军机是针对 对多国在冲绳岛海域的西兰海域的这个演习 我觉得他还是一举多德 嗯 一举多德 对台湾的军事威慑的并没有完全消失 嗯 第二呢 注意到今天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几年 你们那边是十号还是九号 我们今天是八号 八号 嗯 那今天的北京会隆重按照原来的规格要高规格的纪念 是是是 我听说了 云边双世杰 蔡英文一定会有会表长讲话 对 有没有有请我再说 但是呢 两边的讲话今天一定会涉及到两岸关系 最新的政策立场 嗯 最新的情势有一个基本的反应 这是一个 但是有一点很明确 台湾问题不可能长久的脱离下去 我在这里说过了 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时期 邓小平时期 江泽民胡锦涛时期 还是今天的习近平 他多次谈到不能再拖下去 要解决了 嗯 啊 所以我想二十大之后五年 哦 一定会有终极效果 嗯 第三呢 美国在这个时候也突然放出 他们有一次特种部队在台湾 已经坚持了多年在培训台湾的军队 也就是说你买了那么多昂贵的武器 博明讲了 没用 嗯 一下子都灭了 第一轮攻击就给它灭了差不多了 还不如叫台湾买一些什么禁难的防疫的 那可能有攻击性的东西 包括台湾自己也说了 他们的导弹可负1200公里 嗯 1200公里这个不是什么秘密 台湾陈水平的时候已经吹了 他们的导弹可以把山下大阪给炸烂掉 诸如此类都有 嗯 美国正在设法加强台湾 就是台湾自身的防卫能力 是 没错 必须我在这里有个观点 要美国在结束了阿富汗战争之后 再继续的请全国之力再为台湾打一场像韩战 越战争 有没有可能 我估计有难度 对 美国应该经过这么折腾 应该不会像原来那么冲动 美国即便有介入介入也是有限 其他盟友的介入当然要看美国的态度 你老大的不愿意动手 我们干嘛要帮你 嗯 我有各国的算计 嗯 所以我想在这个 澳洲那个核潜艇的技术 这个成军的话也要2040年 对 那时候防卫它都凉了 嗯 你们不会等到所有东西都差不多了 那时候它也垂垂老矣 对吧 嗯 这个康熙 不是康熙 乾隆皇上的石权大埔 也是在他五六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来 嗯 就来不死 后面的东西呢 年岁大也没那个经历 嗯 何况现在的战力军力 你这支军队号称是很现代化 但是没有打过仗 对 这是个问题 只是很适合的这个演习场 你来我往没有用 这个要实战 没错 啊 就美国的海狼籍都可在南海 跟不明的物体进行相撞 哎 您觉得是什么李洋先生 您觉得这是什么 哦 这个都说法了 都说法了 对 对 这个呢 是个谜 但是呢 那肯定 美国是知道是碰到了什么 嗯 而且这个物体一定是比 比海狼籍还要相对来讲是可以匹配的 哦 你什么 现在正在 水面上的这个碰撞 跟水滴下的碰撞也都出现了 那碰撞的意味着双方还是节制的 嗯是 对吧 然后美国派的特种部队到台湾去 去练兵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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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军事顾问团 那台湾爱国者导弹的这防御系统 那已经是长已经很早的事情了 基本上是公开的秘密了 北京也不会太发生 只有胡锡进的傻乎乎 美国把那些二十八二百多个人的位置告诉我们 是傻乎乎的 谁会告诉你 嗯 这个但是呢 这已经是 按照中国大陆的这个标词 这实际上已经触碰到底线 嗯 是 外国军队已经进入了 没错 无论是两个都 美国不断的挑起这个问题 当然有两种可能 一个就是 你对台的军事用的决心的能力 就是踢到边缘的游戏 第二个呢 更明确告诉台湾 兄弟 你自己玩吧 我们教你好了 武功练玩 你自己玩 也有可能 这样子 我有一点基本的感觉 除了美国全国人民都 因为这个疫情疫苗注射也很太嗨 再打一场 请全国之力的阿芬战争 伊拉战争 韩战 越战 我估计有难度 嗯 估计有难度 现在战争也不需要那么多人进入 这倒也是真的 对 如果愿意在这个台湾海峡 禁海防疫 中国大陆在栗战优势之前 嗯 禁海 不要在第一岛链之外 就是1995年96年的台海危机的时候 中国那个时候的海军能力 各方面的能力都远远不及今天 中国把十几艘的这个潜艇全派出去 消音系统 美国侦测不到 美国侦测不到 两个航空共同战斗军 马上撤队800海里 所以他的第一杀手锏 大陆是有的 只是够不够力度而已 嗯 对吧 现在大陆说老实话 他的洲际导弹的发射 以及发射的威力 美国是知道的 两个核大国之间最关键现在玩的游戏 就是危机管控 对 为什么沙利会两次给李作成打电话 为什么中美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兮兮的 军事皇屋的对话还在继续 嗯 两国的军人是懂 嗯 只有战狼外交官不懂 两国的军人是知道各自的厉害 对 所以习近平这个红色的暗铃 红色的电话是不能乱打的 拜登也是 这就是负责任 如果人类命运共同底是从这个开始 寻找一个新的 和平相处 和平竞争的一个模式 可能对全世界的人民 对人类社会的长期的发展 是有利的 嗯 我希望呢 如果中美关系要缓和 要从这个高度去考虑 是 给各自各的一个空间 给各自一个发展的能力 中国这样 我不是挑战你的老大的地位 我也无意期待你 这个话呢 以前很多话讲过 我现在要赶紧弥补 我现在要赶紧弥补 是吧 而我就是老二 我可能 可能不小心的 还不能老几也不知道 但你不能逼我 然后我们两个游戏规则重庆定 我现在有这个能力和底气 而你也跟我脱钩不了 那就 新的游戏规则 新的游戏规则 互相尊重 会比人来要更尊重一点 有了钱有了底气 然后你要尊重我的游戏 他认为自己这一套行之有效 是吧 这是一个大时代 任何一个大流行 人类的历史 我们所知道 黑死病带来了文力复兴 黑死病之后带来了工业革命 另外一次19 那个那个西班牙感冒被 1919 1919 之后呢就是一战的结束 革命的兴起 苏联的出现 然后呢 人类到今天为止 消灭了天华 其他东西还是要和平工作 给病毒相处 可以病毒相处 为什么不可以 完全截然不同的制度 能够和平相处 那么第三次大流行 今天 这两年 对 又会给人类带来什么 不知道 也许中美两国正在探讨一个 知道的方向 从这个高度来看 我觉得 不要去计较一个时间段的 灰暖 或者冰冬 嗯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我想 但是我一直坚信 如果美国还愿意这样的话 像过去这样再打一场 那中国人肯定豁出去了 嗯 对 我们可以去评价七十年轻 长青湖的这个残忍啊 不容易 嗯 我有个节目谈到问题 朝鲜战争是 金日成古道出来 斯大林同意 毛泽东也有些时候 所以呢 这个检讨起来太多了 但是呢 两国的军人可歌客气 对 两国的军人可歌客气 是吧 对 这个战争没有一场战争是正义的 所以呢 罗昌平也要有检讨的地方 嗯 真正是对这些老兵的护恤 要像美国一样 美国这样的对内场战争的老兵的照顾 嗯 是吧 好了 我们扯远了 来吧 继续 这个扯远一点也好啊 让大家这个听的更多一点 其实呃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这个杨先生 就是 关于这个台湾现在 比如说是这个蔡英文政府 或者是民进党 他们现在担心的 是不是就是说会被美国出卖 因为我给你分享一个 刚刚我节目有一个完好的这个观点 他就说 这个 习近平要台湾 啊 这个拜登要台积电 所以的 这个可以成交 所以就是说 也就是说 美国会因为这个把台湾卖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 就是很多分析认为 现在是民进党也好 蔡英文政府应该担心的事情 您怎么看 有点简单 如果用这种类推 有点简单 台积电 资本没有祖国 台积电哪里能挣钱 哪里去去 台积电的所有技术 都是美国提供 他对他 台积电的发展也是有限制 嗯 这点是必须看到 台积电不是 他还是有老大 嗯 否则的话他怎么可以 不卖给华为的芯片 嗯 如果他从资本的角度 他还是受限的 嗯 嗯 刚才谈到了台湾扮演的角色 嗯 我认为这个美国 美中关系的缓和 迫在眉睫这个概念 我认为是错觉 哦 错觉 嗯 美中关系没有缓和 你目前也暂时没有向缓和的方向发展 嗯 基辛格那句话我们多次提到 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 是 对台湾问题的解决 对台湾问题的解决 非和平方式和和平方式的大陆的支出的成本是一样的 所以有点程度的不同 非和平方式那时候呢 请全国之力 这一战都打输了 这个这个政权也差不多了 对 啊 所以他必须要 必有一战一战必赢 首战必胜 嗯 他就用各种武力的 有理由来解决军事解决的 他还有他某种 我讲内战还是延续 我接受内战 嗯 是吧 这个东西我想 这支军队 最伟大的记录还不是朝鲜战场 还是自己人打仗子 是内战 是 而为什么像刘帅刘波成 这些联能阵那些 一辈子不谈内战的仗子 打的都是自己的农民兄弟 不希望这个悲剧再出现 所以呢 审视多次 和平方式 如果你采取的模式 跟香港是一样的 那是一定会找到香港 类似今天的状态 是吧 嗯 所以我想 我好像也说过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三次 殖民地回归 实施 特殊治理方式 第一次是台湾光复228事件的破坏 失败 第二次呢就是97 第三次是99 澳门回归 澳门回归就是把一个赌场 股权的交换了一下而已 它起不了任何对中国的 现代化文明的建设 起得不了任何积极和四方向的作用 只有香港成见其后 现在香港面临一个 大家众所周知的这个一个状况 这里面呢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能不能兑现 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能力管理好一个不同制度的资本主义的城市 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城市 现在看来很难 不仅是很难而且很困难 是吧 所以我想的这个来讲 我今天谈台湾以后再谈香港 在香港再说 就是从不一和平方式 付出的成本跟和平方式 某种程度是不一样的 某种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成本就是你的信守承诺 你的宽容大度 你真的能够隆忍 像邓小平当年那个警怀 隆忍两个制度和平共产党 50年不变 50年之后也没有变得比较 是 现在就是想 刚香港的再好 就是资本主义 你把性色性质 这样的争论和制度的比较 放到了今天的中共的一个两制香港 这是错的 邓小平就不完这个 和平共产 对 和平共产 我社会主义发展的 不再是贫通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你当然对我是有盈居力 和相信的 我的政治文明 再进步一点 那没什么都可以 所以呢 就是有过去的80年代 有一种叫趋同论 两条平行的直线最终是会找到跌合之初的 嗯 也许是个长的历史过程的磨合 互动 时间互补 所以呢 百年未遇的大变局 习近平讲简单就一个乱子 嗯 第二呢就是百年未遇的大变局 哎呦我讲百年未遇的大流行 又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一定会带来变化 但这个变化是哪里 这个变化是什么方向 这个变化是不是西部地区回暖 现在水分增加了 南方现在干旱 又进入新那个小病毒时期的前期 嗯 偏小的 嗯 美国的报纸说这个新冠病病毒不见了 我就觉得赶紧不见 对 突然之间这个消失了 不能跑 全部跑到这里来了 那这麻烦 偏小的这个里面 我们不 人类现在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的命令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的人 你试图把握自己的命令 但也不容易 美中关系 可能也是这样 嗯 一定要清楚 回不到过去 今后要一起相处 要有新的游戏规则 这游戏规则不可能在美国自己的地方 中国也试图参与 一起定性的游戏 这就是阿拉斯加 为什么 温努尔亚的杨洁篪 王毅跟着瞎吵 骂了半天 对吧 嗯 对手呢 是一个被大家称之为小奇心格 未来奥巴马的人 沙利文 大家不要小看 是个人物 嗯 啊 是个人物 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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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要夸他 夸一下他 沙利文 哦 中国的外交官的老话 很严峻 王毅快70岁 杨洁篪70多了 沙利文多少 是吧 年轻 甚至中年 对 腦袋瓜 清楚都不得了 讲话有条不紊 你看到美国所有的国内的政策一套 经济啊 这个 嗯 外交上他 有章法 不乱 嗯 中国碰到的对手是年轻的对手 对 你别以为这是拜登 拜登是听他们的 是 王毅他们是听习近平的 哈哈哈哈 对比就出来了 党管一切 他们是尊重科学解释 不同 嗯 OK 主持人 好的 谢谢 我稍微打开一下那个 那个空调 好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个杨先生现在在香港 哈 香港这个现在还台风天 所以台风天的话 家里可能会更加的闷热和潮湿啊 所以这个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这才证明我们真的是在跟杨先生直播啊 对不对 是 对 然后其实其实今天这个台湾的问题 我还想问杨先生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还有还有几个话题 所以呢我们留到下一次 因为台海的问题 或台湾的问题 肯定会将来我们还会继续的 请杨先生聊 对 然后所以呢我们 刚才您既然提到沙利文 所以我们来聊聊沙利 就是下面一个话题 我想问一下您 关于沙利文和这个杨洁篪的会面 就是说我们都一直在讲 这个拜席会的事情 当然刚才你也说到 就是说现在的话 可能也就是视讯的这样的一个连接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沟通 但是我们看到 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沙利文 其实他在这个会晤的时候 他其实也讲到了一个 如何管控美中关系中的风险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当然这个 他其中提到的关切的问题 就是很多个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 就是这个人权新疆香港 这个南海台湾相关的这个东西 如果说美中之间绕不开这些话题 而中国又无法在这些问题上 做出改变和一些调整的话 那么美国也不愿意退让的话 那你觉得接下来美中的合作 或者是美中的关系 是不是就没有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的一个回转 对话比对骂好 当然 所以的私会谈比阿拉斯加好 对 坐下来喝咖啡 比互相扔咖啡杯好 这一次的气氛是以众不同 大家的松雷口气 对 见面说话比视频对话好 见面说话个套戚物 视频对话你想摸他亲他一口都不行 北京试图定规局 不能只有美国说的说 你想就这样 没空 对 那么这里面讲到这个 沙利文讲到这些问题 我想是立行的立场表 你知道穿重两页是要对付的 对对对 这是立行立牌 就我们喝立汤一样 一定要上完个先喝一碗再说 另外这些问题 除非北京愿意解决否则无解 对是的 内政里在瞎吵什么 这是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 对 那美国不一样啊 还有这个立场 第三 这个我讲沙利文这个人 我说过了这个人 不得了 甚至有人像希拉利的议员 他会选总统 沙利文可以完全没有基础穿梭中东 然后能够整出一个伊朗的核协议 这个是不简单 一个年轻人 沙利文的灵活的外交审问 现实主义的外交审问 有西新格的风格 沙利文其实对美国的政策 和特别外交政策是有很多的研究 包括贸易问题 包括接触昂贵无休止的战争 很多意见都是打出来的 所以目前沙利文的整个外交思路 基本上都构成了 拜登政府的主要的外交战略 那沙利文对中国的认知也清楚 不是糊涂 跟那个前面那个叫什么 彭彭什么 那个博明那些呢 怎么以茂春的不一样 嗯 要少的情绪化 所以呢认为呢 还是为中美关系的长期的发展 想办法往共存有利 谁也灭不了谁 嗯 美国的目标就是希望在军事经济政治 和中国建立一个共存条件 但美国一定会有自己本身的利益 有利的有利于美国的共存条件 不引花新能战 在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 嗯 中美关系最激烈的竞争 不是南海 不是台湾 那些都是引爆点而已 而是经济 是 40年的磨合构建了一个 你中有我有中 你完全没有办法脱钩的关系 美国首先要做大做强 要自己争气 你才有可能和有本钱 跟中国建政 而且是激烈竞争 现在美国 在某些领域是有衰败的迹象 嗯 对 但不等于美国这个国家就不行 这个太打击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朋友 好不容易脱针自由 又到了社会主义国家 对 不要去想这件事情 大家好好的过日子 至少你的空气 香港哪里都好 所以美国拜登政府 沙利文团队 成天气候 嗯 沙利文主管的中美关系 就是会有一个新的有必需的东西 就是在共存这两个字去考虑 不要考虑谁胡卵 谁妥协 妥协是外交一定要做 妥协是外交官的基本功 浪力是商人的基本功 哪有一个人营养次 那个人只能是当政治扶导员 嗯 安不良多家领兴 希特勒都不想赢两次 赢一次都很辛苦 赢两次 嗯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就可以 做一些更多的了解 做得了解 美国其实我讲 现在有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 对的 对的 国内的困难 对的 美国的解决自己 国内的问题 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协助解决 对的 就是什么都没有办法去求 有求于人 这时候总是需要态度要好一点 黑社会为了这个还不顾下来求人 对吧 嗯 所以我想这个 呃 习拜会你刚才是不是有些提到 嗯 对 可以 习拜会我姐的拜席会 对 我不认为要有太多的期待 嗯 今年呢 拜登上台以后两次调话 对的 对的 接着要一次视频 习近平明确我不参加二十国集团的会议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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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所以呢 我想 沙利文 中美关系 戴琪 贸易战 台湾问题 我想我们今天把这个话题 基本上在圆了一遍 是的 没准确实 合不合适 供大家参考 谢谢 谢谢杨先生 这个应该是呃 这一周以来 美中关系发生的这个 基本上的一个大的一些 动向都在刚才杨先生的分析当中了 当然这个 如果大家想听更深入的分析 可以去杨先生自己的频道看 哈 因为他的有些这个呃 话题会比我们聊的要更加深入和透彻